一斤草鱼为何卖到52元的高价 清水中又怎么能养住鱼 漂泊于城市的打工者 怎么利用古法成就了致富梦 科技院马上播出 您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不知道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不是经常去菜市场 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是不是很了解呢 比如说这一斤草鱼能卖多少钱呀 要是据我的经验 这个六七块钱是到顶了 可是浙江省开化县汪增淮的鱼 已经能够卖到50多块钱 比市场的价贵了近十倍 2013年 在河田乡政府组织的清水鱼拍卖现场 来自渠州 杭州 上海等地的美食爱好者们 争抢的焦点 是一条重达29斤半的鱼王 一千二 一千二百元 一千四百五十元 一千四百五十元 好的 哇 真是最爱运之力好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五十元 第二次 一千五百五十元 第三次 成交 恭喜咱们的三号买主了 合算下来 这条鱼每斤卖了52块钱 价格是普通草鱼的十倍 因为河田那个清水鱼 浙江省这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价格因为味好 而味好的鱼正是用古法养出来的 成为朝买的鱼是出自河田乡和封村老之书 汪曾怀的鱼池 我们前去拜访的时候 正好赶上汪曾怀打鱼 跟很多村民一样 家里养的鱼汪曾怀平常也舍不得动 都是留着过年送长辈的 不过因为今天儿子一家 难得从镇上赶回来吃饭 它这才肯打出一条来 不用姜蒜酱油和大料 只需要加入清水和少许的盐 用铁锅柴火炖上三五分钟 汤色会变得浓白 这时撒上一把红绿的新辣椒 一锅鲜中带辣的红烧鱼 就端上了一家人的餐桌 九十了 今天九十岁 喜欢吃鱼啊 汪曾怀现在是当地最了解古法养鱼的人 我们这里养鱼的历史来一直很长了 从这个明朝的末期就开始养 从明朝末年到现在 三百多年过去了 很多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已经被这里的人们舍弃 只有古法养鱼还活在农户的生活中 古法养鱼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让农户们最合理的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 以非常小的成本获得大量的美味 而古法中最让人稀奇的是清水养鱼 我们这个清水养的鱼呢 人家看见很黑的 很光滑很黑的 吃起来就没有泥心味 清水养出的鱼没有泥心味 可是清水怎么能养出鱼呢 你要知道在咱现代养鱼业 有句行话叫做清水不养鱼 意思就是清水里的浮游生物太少 根本就不够鱼吃 所以养不住鱼 可是在和田乡的农户家里 建川的鱼群就游动在清水里 这里的前人是怎么让清水养住鱼的呢 最适合在这个清水里养的鱼呢 其实就是草鱼 徐柳成是和田乡的水产技术员 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钻研古法养鱼的奥秘 他最擅长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前人养鱼的智慧 投放这么半斤到一斤左右 这种大规格鱼种呢 投在水里之后就直接就可以吃草了 它就是说比较适应我们这种清水的养殖的方式 草鱼有一个习性 就是长到半斤重以后 就不用再吃浮游生物了 只吃草就够了 和田乡的前人呢 正是摸准了草鱼的这个习性 把长到半斤重的鱼 投放到清水里 不用额外的寻找饲料 割下漫山遍野的野草 就能够喂饱它们 草鱼在幼苗阶段 以浮游动物 藻类和浮瓶为食物 那么小时候该养在哪呢 先放在这个稻田里面养 养到这么大左右 再把它投放到这个清水里面 这个因为稻田里面呢 它那个水呢 就是因为要施肥啊等等啊 它也属于一种比较相对肥的水质 所以它这个小鱼苗可以长大 把小鱼苗养在稻田里 等长到半斤重能够吃草了 就放到清水里面 这就是和田乡的前人们 能在清水里养出美味鱼的诀窍 古法养鱼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家家都用活水糖 我们这里是流水坑糖 水呢就是这边进那边出 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被当地人引进了房前屋后的鱼塘 每个鱼塘都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 水时时都在流动 从前一家的出水口流出 再进入下一家的鱼塘 因为鱼塘的四周和池底 都用古法系了十条 所以流水能够轻易地带走 鱼吃不完的草细 保持水质不变 我们这里一个平方可以养二十几斤鱼 它们外面养不起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水是活的呢 氧气充足 它那外面的鱼呢 就是那个糖的水是不动的 不流通的 它氧气不足 所以它会养 它的密度没有我们这么高 产量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 一平方米能养二十几斤鱼 这比现代的水糖养鱼密度高了近十倍 这里的人早就明白 水中氧气越多 养鱼量就会越大 所以它们就用上了自然界里 含氧量最高的水 流动的活水来养鱼 而活水恰恰是和田乡最丰富的资源 因为地处前塘江源头 这里的村前村后 都是水量充沛的小溪 这里的祖辈们没有让溪水白白流走 他们设计了非常简易的饮水渠 就把水引进了坑塘里 开化县古法养鱼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美 以前的自己养的都养在家里 家的房子里面 走进这栋村里最老的房子 就在客厅的前方 有一个长宽深 各是三米的堂坑 这就是主人养鱼的地方 想想看 劳作一天回到家 就能看到游动的鱼群 那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山泉活水时时流动 还有食堂和青草香 这不正是草鱼在大自然里的原始生活状态吗 渔活的舒服不会生病 味道当然就与众不同 我们连续做了 一起做了十个批次 分了两年 一二年做过 一零年也做过 那么唯一含量是比较高的 就是普通鱼的三到九倍 它的安基山含量 比普通鱼的高是百分之十到二十 今天买个王子 退一号金鱼 养鱼用山泉活水 魅鱼用山间野草 最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 这就是智慧也是科学 和田香前人们的养鱼方法 就对于当地未来的农业发展 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好卖的 怎么好卖吧 就是打包发的外面 韩子哪里都要发的 上海都要发的 其他鱼不多 就是开发清水鱼鱼鱼鱼 它只是它汤汁乃次的 白的 很有营养 清水鱼的营养再高 以前在市场上也很难买到 因为一家一户的养殖量 毕竟有限 能够满足自家的需求 已经很不容易了 哪来多余的拿来卖呢 现在市场上之所以能够买到清水鱼 是当地具有经济头脑的一些人 已经开始把传统的家庭养殖 发展成了产业 今年37岁的汪丽友 就是和田乡最早进行清水 规模化养殖的人 2013年 他的养殖激励 开始进入稳定的收益状态 现在我们这一个糖是100个平方 这一个糖大小是100平方米 每个平方可以产于是10到12斤 10到12斤一平方米 对 这个产量很高啊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鱼糖是那个活水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产量就高 现在鱼怎么卖 我们这鱼现在是大概50多块钱一斤 一条鱼2斤多3斤多 这样子一条鱼大概是150块钱 一个糖下来大概有5万多块钱吧 一个100平方米大小的养殖池 汪丽友卖鱼卖5万多元钱 并10亩常规池塘的收益 像这样大小的养殖池 汪丽友总共有十几个 2013年 它的卖鱼收益达到了几十万元 可就在三年前 汪丽友还是一年到头都攒不住钱的 城市打工者 98年到杭州扶葬厂里 在一个月可能两千块 攒来多少能攒一点 到后面到005年06年 06年结婚生小孩 那就没钱成了 那就不搁到那去 在杭州打拼了七八年 到头来还是身无分文 城市很大 却没有汪丽友的扎根之地 当汪丽友困苦于一家生计的时候 杭州的一条电视新闻 让他萌发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看了那个新闻 就是我们开发这些鱼 到罗外罗这个饭店里去 那是心里就有一种好像 好像我们开发这个鱼 怎么能到这么好的饭店里来 在后面就是 你这个新闻看我说也是可以的 汪丽友认为 这一家饭店在当地 一直有引导餐饮潮流的能力 所以他觉得规模化养清水鱼 肯定是个好商机 当时没考虑就是这个鱼 养起来要不要什么技术 平时在家里养就是割草喂它 这鱼草扔下去什么都不用管 还有现在宣传力度当时也大的 都是都在宣传这个清水鱼 要准备把它推销出去不是 当时就想到 那可以可能还可以做一下的 让汪丽友幸运的是 当时和田乡政府也想把清水鱼 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可就是苦鱼没有人带头 现在好了看到汪丽友真心的想规模化养鱼 乡政府马上给予了资金支持 按照它的实际面子 给予每平米12元的这么一个补助 像汪丽友它整个呢 水域面积是2001点 那么总共给它补偿了2万多块钱 第二款呢比如像这个饮水渠 还有这个盐新开挖鱼潭的这个沪泊 那这些呢 像这个县里呢 争取了这个补助的资金 直接给农户 2009年春天 汪丽友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 从杭州回到了家乡 田饭村 借了十几万元开始规模化养鱼 汪丽友挖了二十多个鱼塘 并且这些鱼塘也都是按照古法建造的 十条气墙 青沙铺地 山泉活水 时时流动 不过作为规模化养殖场 汪丽友的鱼塘面积比农户的大了十倍 基本上都在100平方米 因为赔不起 汪丽友想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积累清业 汪丽友决定 第一年只顺着养三个糖 每个糖也只投放农户们一半的量 结果这一年的鱼好得出乎它的意量 我们这个鱼本身水分比较低 它一年草料不足的话 一年可能大概一斤 或者一斤多一点 那一年就是我们草料煮 在家里天天是割草 我都把它割草味割草味 然后鱼吃的就足了 所以那年已经大了三斤 没病没栽不说 在草料充足的情况下 自己的清水鱼第一年就能长三斤 比农户的多长了二斤肉 这一下汪丽友可放心了 2010年他决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2010年就放的比较多了 每个汤就20个汤每个汤都放下去了 全部放了 每个汤而且密度也比09年大了很多 2010年的整个春天 汪丽友都过得非常惬意 鱼没出任何毛病 每天都是吃了长长了吃 可是转眼到了6月份 池子里的鱼突然开始成片死掉 汪丽友一下子就蒙了 鱼交召不安的就是在为了这唐圈四边在那里转 好像在跑马一样的 在为了四边再转一转一转一转去 在那个鱼身上开始发白 整个就是好像一夜夜多起来了 鱼身上 转圈那的鱼和那屏幕死掉了 当时死是这一半的鱼 面对接连死掉的鱼 不仅是汪丽友 就连村中的老人们也为他着急 因为几百年来 这里的鱼从来就没生过病 更不用说这种怪病了 就连乡政府的技术员徐柳晨 面对这种怪病也没有办法 到他一看呢 我觉得这不好 这比较糟糕 他的鱼就绕着这个唐圆在转 一进打转 然后就堆在 集中在那个进水口那一块 这就是一个缺氧的表现 鱼缺氧 怎么可能呢 汪丽友建造的池子 用的水甚至于放鱼的量 都是完全按照古法的要求的 汪丽友想不明白 会是什么导致了青水鱼缺氧死亡呢 那死鱼一抛一看呢 在里面有那个白点 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太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瓜虫 然后小瓜虫这病比较麻烦 我说那还是先拿局里去 给这个水晨站里看一下 结果一看就是小瓜虫 小瓜虫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 微小寄生虫 主要寄生在鱼类的皮肤 脐 头 口腔和眼睛等部位 它们繁殖所需要的营养 是从鱼的身体里窃取的 所以当小瓜虫大量繁殖 它们吸收营养导致鱼死亡 徐柳成说这种病很麻烦 是因为小瓜虫病 根本就不是当地的常见病 小瓜虫它这个习性是这样的 它本身就是喜欢这个低水温 18到20摄氏度最合适 然后喜欢低暗淡水平 就是相当于喜欢一些清水 水质比较清的地方它反而真的快 那么我们这个清水养的这种流水坑堂呢 刚好就是符合这两点 和田乡的流水坑堂 是很适合小瓜虫的繁殖 可为什么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 小瓜虫都没有出现过 偏偏汪利游开始大规模养鱼 这病就爆发了呢 汪利游很困惑 为什么规模小没事 规模大就会爆发呢 徐柳春泽分析说 这种病其实和规模大小并没有关系 当年因为这个养殖量扩大以后 我们本地鱼种就供应不上了 并且当年这个在整个开化范围内 从外地拉鱼种过来都有一个表现 就是这个小瓜虫病比较多 在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个病原 它从外地这个鱼种进来的时候带进来 汪利游养鱼的所有要素都是按照古法的要求做的 只有鱼种是从外面拉回来的 偏偏就带回了小瓜虫 原因是找到了 可是该怎么治呢 徐柳春依然没有头绪 因为没有能力治好得病的鱼 徐柳春和汪利游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鱼在水里咽气 身体挺不好受 不要内疚 没帮到没帮上什么大忙 因为这个鱼 这个小瓜生命确实没什么特效药也不好治 治是没办法了 但是必须得想办法预防 徐柳春很清楚 如果连预防也做不好 不仅汪利游剩下的鱼难保 而且还会危及整个和田乡清水仪的安全 可是该怎么预防呢 徐柳春后来想到了盐 在这个放鱼种之前 在这个鱼种的虫里面加盐 加到一定浓度以后呢 它这个盐形成一个 这个鱼种外面的水体里面形成一个高盐 高盐度之后 它就能够形成一个消毒的效果 对这个虫产生刺激之后 它就会从鱼体身上脱落下来 因为盐水的浓度很大 即使在鱼身体里的小瓜虫 受不了高盐度的刺激 就从鱼的身上脱落了下来 就是靠生活中常见的盐 徐柳春把小瓜虫从鱼身上 活活的扒下来 用了这种预防手段以后 小瓜虫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边走年经验教训 一边继续养鱼 从2011年开始 汪蜜勇的青水鱼就很少出问题了 现在呢 它还在自己的鱼塘边开了个小餐馆 不用出门就能卖出大部分 而剩下的也被命名而来的客商收购完了 2013年 它靠养鱼赚了几十万元 终于圆了养鱼的致富梦 汪蜜有养鱼啊给了我们两点启示 这第一点是要能够抓住商机 把家乡传统的东西变成致富产业 其次是面对不断的损失困难 要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这是尤其不容易的 好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去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一种流传千年的捕鱼记忆 能带来什么样的收获 这网的鱼大概能出十五万年 茫茫冰湖 他们靠什么找到鱼群的位置 寒风扑面 冰水刺骨 他们为什么又非要等到大冬天来捕鱼 几堆重的大网怎么在冰层下洒开 古老而神奇的记忆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农事秘密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